神作守狗 这个行业 以商养黑是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个必要条件 陈景春担任非法成立的武通桥煤炭协会会长的身份 依仗其广为人知的暴力威胁 低价从武通桥区的一些小煤矿购煤后 高价卖出从事非法经营煤炭销售 同时他还通过向煤炭协会会员收取汇费等手段 非法拒练钱财 此时的陈景春可以说已经是目中无人 不要说外人 就连自己家的人他也毫不留情 陈景春和李景华两口子的话 比较歹度惨吧 他的女儿 就是说的同意有未婚女性 他们都要的未婚女性 因为年龄 国字 身高 文化程度都觉得到 很不满意 就千万辈子 阻止他那个女儿和 女女 未婚女性的这个恋爱婚事 阻止没大的目的 他们就 花儿说完 孤庆杀手杀她的这个未婚女性 女儿对父母的做法也非常不满 但一面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另一面是和自己相恋多年的男友 她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两男呢 无奈之下 陈景春的女儿只好选择站在自己男友的一方 在她的帮助下 这名男子连夜跑到外地才逃脱了一劫 但是这却丝毫没能扑灭陈景春日渐嚣张的气焰 时间不长 也就是1995年10月6号这一天 陈景春团伙的嚣张气焰达到了顶峰 这一次陈景春的杀人动机也仅仅是为了报私怨 虽然时间不长 公安机关就侦破了这起血汗 抓获了行凶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两个 但是在当时警方并不知道这三名凶手背后的真凶 竟然是披着曲政协委员外衣的陈景春 尽管如此 警方还是隐约感觉到了 这起案件似乎是被一只无形的黑手操纵着 警方开始把侦察的视线 秘密地转移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这几年的黑恶事的话 活动还是比较长去 对这个特别是在对基层政权的渗透 还有一些对党政机关和我们政法机关 也存在有保护伞的现象 那么谁是陈景春团伙的保护伞呢 经过秘密的侦察警方发现 有两个人最为可疑 一个是李云华 时任乐山市武通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武通桥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另外一个叫许胜林 时任乐山市 请你来看